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yce 非常感谢你们我的频道 居然破一万订阅了 一刚开始在拍影片的时候 我就想说 反正就跟我之前在Facebook跟Instagram一样 就是记录我的旅行生活 顺便分享给大家 就这么单纯的心情而已 我根本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快速的破一万订阅 甚至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 因为我的拍摄手法跟剪辑手法 根本就比不上那些专业的摄影师啊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我最真实的呈现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你们的喜欢 不免俗的来拍一集破万订阅的Q&A 要记得看到最后 因为最后会有抽奖的结果公布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来回答问题 一路以来始终支持 走完了可以考虑单车之旅 铁道之旅 谢谢你 其实徒步环岛是我的第一次环岛 走完之后我整个人对环岛都上瘾了 我就马上跟我朋友规划了 三天两夜的 我中央山脉环岛 车速之旅 为什么崩塌的路吗 因为我目前人现在在国外回台湾之后 我相信我还是会继续尝试不同的徒步 或不同的环岛方式 讲到单车之旅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很白痴耶 我以为走路会比较轻松 因为如果我走路走一走累了 有人要载我的话 我就直接跳上车就好了 没有后顾之用 但是如果我骑脚踏车的话 不是每一台车都有办法载得到我的脚踏车的 这样我就是势必给自己全程骑完 所以我想说那我要走路环岛 没想到这样子一走花费的时间是骑单车环岛的 大概十倍左右 而且其实自行车环岛算是在台湾已经非常盛行的 所以步道啊组织啊协会啊的部分都非常的完善 你有非常多的资讯跟社团可以加入 但是徒步环岛不一样 虽然还是有很多热心的人会提供你资讯 在路上给你帮忙 可是当你真的走出去 你就会发现台湾的道路其实对徒友来讲 还是没有很友善 有可以改进的空间啦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像协会一样的东西的话 就很难跟政府机关去反应 所以当我得知徒步环岛协会即将要成立的时候 我非常的高兴 我就把我最后一支徒步环岛的影片的广告引力 在协会成立之后要全数捐给他们 相信可以帮助徒友在路上遇到的问题跟困难 如果你们对接下来走在路上的勇士 想给他们一点鼓励的话 也别忘了点这支影片去看看 这支影片的广告收益都会捐给徒步环岛协会哦 会环台乡镇走透透吗 我其实当时在徒步环岛的时候 已经几乎所有的线紙都走过了耶 除了最中间的南投 我之后回台湾 我会想要去日月潭走一圈看看 我有想过去各个里岛全部都走一圈 我觉得应该也会蛮有趣的 如何维持生计 其实这个也是蛮多人都有问到我的问题 我算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稳定的工作 赚的不多 不过也花的不多 从2012年开始说起 我那时候到澳洲去打工度假两年 然后后来回台湾工作了一年之后 又去韩国打工度假两年 这几年来赚的钱 大部分也都花在旅行 2017年开始我的背包客穷游旅行 从东南亚一直玩到中南美洲 总计108天我的花费也是台币10万块左右而已 结束这段旅行之后 我又回到台湾工作了一年 2019年的时候我又离职到欧洲去穷游欧洲100天 那这100天加上机票 我总共也是花台币5万块而已 所以虽然我没有赚很多钱 也没有很多的存款 但是想要旅行的话 就是还是会想尽办法 穷游也要把它走完 欧洲回来之后 我马上就到纽西兰去打工度假 一直到去年回到台湾徒步还道 结束之后我现在是在意大利 目前的工作应该可以算是全职YouTuber 你们应该也知道就是我这种小咖的YouTube的广告收益 也不足以支撑我的生活收入嘛 不过我还是会继续拍 我接下来应该会找一些远端线上的工作 因为现在意大利锁国封城的状况 所以我也不好出去外面找工作 请问家人的态度 我家里人的态度就跟一般正常家里父母 会有的态度差不多 他们该劝的该说的 都有劝也有说 只是可能我个人比较叛逆一点 所以我就是觉得在不造成别人困扰跟负担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想要勇敢的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以后会在台湾生活还是国外生活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台湾 还是会希望可以回到台湾去生活 有打算直播吗? 其实我从突破环岛结束之后 我有在一个直播平台叫AfricaTV 一直陆陆续续有在那边直播 只会直播到1月底 想要看我在YouTube直播的话 也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想要听我分享什么样子的事情 也都欢迎你们留言 那如果蛮多人想要听的话 我就会考虑在YouTube这边开直播 有想过登山吗? 其实我蛮喜欢登山的耶 如果是山跟海我应该会选山 因为我蛮怕水的 我一直很想要去爬嘉明湖跟玉山 还有泰鲁阁的追陆古道 我回台湾的话我应该会慢慢的去把它走完 恭喜突破1万人订阅 真心在等待你的新作品上传 想请问你当初环岛规划 西部这边顺序比较乱 东部的部分才比较有 按照路程再安排 谢谢你期待我的新作品 非常抱歉我最近因为很低潮 所以影片很久没有上传了 不过我接下来脚步快要调整好了 所以拜托大家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支持 然后环岛的路线其实我当时西部真的蛮乱的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先从台中市往南走走到云林的斗南 最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又回到台中市往北走一路走到新竹的湖口 再搭便车到高雄市 从高雄市往北走走回云林的斗南 再搭车回到高雄市 逆时中的走一圈回到新竹湖口就算结束了 不过我中间其实还是有一段环岛缺口 就是一小段从屏东到台东的那个部分 算是我徒步环岛的遗憾 有机会如果回台湾的话我一定会去把这一段补走完 那我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在公开的平台 跟你们分享就是为什么我的西部的路线走的这么乱 但是如果要全部讲完的话这支影片应该就会超时了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再另外拍一支影片跟你们好好的分享 何时回来台湾呢 我还不知道我要等下个礼拜去警察局 申请居留权看看 如果申请的到的话就会暂时先待在意大利 那如果申请不到的话 还不知道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 意大利有哪些特色食物出了披萨跟意大利面 其实这边有蛮多特色食物的 像是光是圣诞节我们吃的那个鱼 爷爷就煮了一个礼拜才煮好 还有圣诞节专属的甜点 那我其实在这支影片上面都有介绍的很详细 如果你们有兴趣看看意大利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 不要忘记点开这支影片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特色食物 像有一个叫polenda的东西 有点像泥的食物 好难形容哦 而且制作这个食物就是手会很酸 还有尿鸡 有点像是义式的面疙瘩 也算是这里的传统食物 在这边有喝葡萄酒跟吃cheese的文化 所以也是有成千上百种酒 跟成千上百种cheese 上次我们到酒中去买酒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耶 超级便宜的每一公升的葡萄酒 都没有超过两欧元 大家都是推着推车进去酒庄 他给你酒的方式是像加油站店员在帮你加油一样 把那个酒用加油的方式 加到你自己带的那个瓶子里面 我觉得超疗愈的耶 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小镇 都有自己当地特色的食物跟小吃 如果我接下来有机会留在意大利的话 我再慢慢的跟你们大家分享 我最近爱上爬山可以跟我一起爬吗 当然好啊 但是要等我回台湾哦 要拍干草牙膏了没 我最近陷入第一潮 欠了好多支影片都还没有拍干草牙膏 要再等等我 接下来就要进行到抽奖的部分 奖品的话要谢谢台中市的曼特先生 提供高级双人房的免费住宿券 得奖的是Facebook留言的 好打得吗 我不太会念 如果我念错的话再多多包涵 另外一个品项是由Y&R衣橱服饰提供的年节服带 得奖者是从Instagram留言的 Joyce717后 那我会再私讯给你们相关单位的领奖方式 你们再去跟他们领奖 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谢谢曼特先生跟Y&R衣橱服饰 最后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其实感触很深 因为我自己也算是看过超级多的YouTube影片 但是让我去回想 我有没有在任何一个影片下面留过言 好像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自己何德何能让这么多人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就算你们讲的只是一句加油或者是一个贴图 我都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尽可能的回复每一个留言 那如果你们对我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也都欢迎你们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 我全部都会回复的 真心的谢谢你们的每一个订阅跟观看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觉得我甚至可能连徒步环岛系列的影片 都没有办法顺利的采出 希望我的分享有多多少少带给大家一些能量 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每一个回馈 最后希望我的两万订阅Q&A很快就可以上片了 再靠大家帮我多多分享支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